字幕03年4月28日 字幕 distortion.com 大家好 欢迎收听港理台的财经ABC 录音的时间是星期四 4月28号晚上9点 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和按旁边的铃铛 记得点击全部看完我们这段视频 正身为有港利台 好穷人 这次我们这个版面不是点了月 103.75 很久没见过 可能是和下星期议息有关 应该加压0.5 加压0.5 人们有些花张点说0.75 明显上升 会市非常波动 这个星期是一个趋势 非常波动 搞到钱真的要去老美 欧洲又不行 日本又跌到趴值 连我们人仔也守不住 哎 那问题我们也是 有部分的增长靠出口 今天星期会市明显有些不同 这个我们去看看 这个情形 那我们先看这个 5日的日圆 5日的日圆 很明显 今天呢 应该是今早的 法兰呢 就是 旁跌对穿1.30 明显这样 那 这个情况 你看他的样子 之前呢 原本和这个10年债息很似的 上两个星期 都和10年债息的图是一样的 如果看看 这个星期呢 是呢 是呢 头那几日似 尾段呢 就不似了 开始 那几日都是 停 是不是 但尾段呢 开始走掉了 这两天 零零射射 日本日圆 继续衰 但是呢 10年债息呢 就好像稳定了 所以呢 就有少少啊 日本你继续去吧 我差不多的了 你继续呢 就跌下去 然后我沽了日本日圆 我继续赚钱 那 这个问题呢 是之前呢 顶尾债的pattern 就完了 做了两个星期 那 现在看这个图样 就明显见到 因为可能多了些东西 那你个 10年债息稳定了 它有第二个 情况 那可能呢 就是这个 看一下 那这个人仔呢 这个今早都发烂 这个呢 不能排除呢 就是这个 或者是竞争 这个出口贸易的因素了 去到这个点 有些朋友呢 就比较是 是 乐观些些 就说 哎呀 和日圆竞争嘛 鬥出口嘛 但是我想 可能未必这么简单 哎呀 然后呢 就是 又是我们上个星期 那个film 是准备一招去移动我们 这个也是的 不过呢 就是以这一排的趋势呢 人民币就是 明显转弱 如果是4月19号呢 其实差不多是这个 美国公布上次议息声明 之后 那明显就走弱了 因为 我想加息0.5都预了 这些人其实 对呀0.75来着头点 我们都预了 那么早之前 我们很早之前 三个星期之前都预了 但是我想 缩水那一下呢 即即刻缩水那一下呢 即刻缩水那一下呢 嚇倒了 有些街坊就嚇倒了 这样 有这样的现象 好了 正如所说呢 十年债息呢 这个星期就比较 平稳 平平向下了 美国 为什么呀 那些人要避免 那些人 但是这样 我又觉得 入了这么多钱 到老美那里 债息又没有上 哎呀 那就是 换句说话 或者没有跌了 就是没有去这个 债券市场那里 那去了哪呢 股市又倒了 这件事 A君真的觉得 来任尋味呀 就这样 如果是 资金是避险呢 你的股票又 就高高地 这些股值 所以合理应该是 拍短期的 他就不会剃去长期的了 因为短期再加息 加半厘嘛 变了呢 去到这个短期 都贴近一厘的了 一厘都OK 拍下都不伤皮胃了 如果你是避险那样 跟着呢 是的 正如A君所说 十年债息压倒 就全靠这个 这个股市非常之差 美股表现 那呢 之前就是说通胀那么厉害 通胀那么厉害 通胀那么厉害 就没通胀了 真的做给你们看了 过去5天 S&P跌了6.8个别 那些股票还好伤 好像Netflix那些 都非常之重伤 那这个我们上个星期 其实就估计 这个美国 都是会打些折 我们有说会打些折给你的 但是这次都太狠了 我们说会打些折给你有的 大省就不会的 应该 但是估不到今个星期 美股又弱过港股 那我们看看 因为港股 我们星期头 都是跟着我们的看法 大跌了 但是呢 之后 漸漸就修复了这个 失地了 撑到在这个二万点楼上 尤其是我们录音的时候 是星期四 那星期四这一天 就期止结算 所以都撑得回行 二万点楼上 就有很多 譬如你买了的option 二万的话 即扣二万楼下食股 甚至二万零二百食股 都已经疏离了 是 这个不能排除 这个 林结算之前 就是 控制损失 或者扩大赢面的 短期 不跟的走势 都不出奇 股市的表现呢 就是波动 而呢 之前呢 讲笑的说 你当股市倒下了 就没有通胀了 就开始发生了 那其实 其实是 行不行呢 其实一定行的 可以说 可以说 它一定短期做得到 可以起码 因为财富毁灭 这一下去到 这么大的跌幅 财富毁灭 有些已经 那是 和商品呢 我们看看 金价先 这个金价呢 很明显 下了两格下来 由192几 那价钱呢 去到1800几 那 都能够确认 是受到这个操作的 这个金价 就是 你打算抗通胀 就是要等华尔街死了 才行 这么说 不过呢 又猜不到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其实 现在的 气氛 就是 哦 那加息呢 金没有息生 死了 但是呢 就是当大家都打算去沽金的时候 它又会爆升 又会爆升 因为如果你看回呢 上一个浪 去到 1,2,1,3年的时候 金价见顶 反而是开始长逸圆 那一下 收水它就见顶了 就是你猜不到 简单来说 你猜不到 这样了 你站在一边就要死 这样的意思 还有这样的 美元真的强了 那黄金呢 弱点也正路的 正路的 所以当大家正路 正派中人 都是沽金的时候 那就来了 不过现在的人 都未必会 立刻动手 都观望着 为什么呢 因为油价呢 都非常的坚挺 虽然呢 之前的上个星期 尖山打他 打他下九十多元 尖山一晚 打了5%下去 就说中国 什么经济放门 就打5% 这样说 但是呢 很快就反弹上去了 就是说 我们之前说过 现在短期呢 一朝一晚 要你输大钱 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短期 是吧 但是呢 现在这样的形势呢 是吧 全世界都不知道 不够有用的 又不喜欢俄罗斯石油 怎么办呢 是不是呢 有限的其他自由石油 自由石油 有限的供应 这么多自由社会的人 排着 一旦有空 就冲进来了 这个很难搞 结果就什么 要混混乎 还要大家一起约定 找大船去海那边 然后将俄罗олет有人 倒进会 ——做编那么多 也說俄羅斯油佔40.9% 不過一半就不當是俄羅購油了 有些人說 你不如拿兩杯 一杯俄羅斯油就是少一點的 其他油就多一點的 兩杯倒進去就變成一杯大的 那杯大的整杯都是自由世界的油 是啊,有些更乾脆的更離譜 換個Label就算了 其實這個邏輯有一滴,有一滴不是俄羅斯的油 有一滴不是俄羅斯的油已經可以了 這是一個邏輯 因為兩滴,或者有滴小有滴大的 小的滴俄羅斯有大的滴是自由世界的油 混合那個滴就是自由世界的油 一大滴兩大滴一路去 整個郵輪都是自由世界的石油 不能這樣說 因為每一次的測試都是 Winners take all 整個都是這樣 重複這個步驟 只要一杯自由世界的石油 倒進整個俄羅斯運油船 整個俄羅斯運油船都變成了自由世界運油船 你說自由世界的魅力有多大? 我的意思是去需求這個油的魅力 對呀,所以這些油… 所以這個你見到一個例子 你旁邊是魯美又非常想打爆油價 當然想打它下去,是不是這麼說 因為控通脹,還要連尾大選 非常想做到的 但是上個星期打了5% 很快升上來 不過華爾街都不是流的 又打回到100元邊緣 繼續的 這個匯戰應該就在下個星期加息的時候出現了 對呀,所以其實匯率在這個加息 真的應該搞大問題 到時市場又不知怎麼搞了 應該這麼說 中期呢 一兩個月之後 一定是一路加息,美股一路上的 這三十多年來都是這樣 一路加息一路上的 這三十多年來都是這樣的 你不要將現在 現在好像加息的美股省勢經驗套落之後 這樣就不對了 那轉折位在哪裏呢 可能就是下個月頭的加息 加0.5里呢 它震得幾下就可能已經向上了 可以是這樣的 如果再準確一點 我們用淺肢呼吸法 你看這個 淺肢呼吸法的指示圖 美股這麼壞又不是沒有道理的 你看這個 肢息曲線的息差 10年債息減回聯邦基金利率 是不是創了新高 是啊 是啊 那些錢就去了這個carry trade那裏 是啊 還有就是 股市就非常之差 很明顯是 雖然我的理論是這樣 我猜不到是 只有幾天 幾天它都會做得出來 因為這個上來 5月2日 即是3月2日 開始一路上了 唱加息以來 就一路上了 色差 為什麼呢 它唱加0.5里 即是還沒加 大哥 但是那些 10年債息這節 都由2厘頭去到2厘尾 穿過山聲穿過山尾 都試過 所以你可以現在看看 現在它的色差是2.4 當它加0.5里 就變回1.9幾了 色差 1.9幾是大概這些水平 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 這條線 2的水平 這條線都算是高的 對不對 比起這幾年以來 色差有2 都是不利股市著 那怎麼辦呢 那要等到 它的10年債息下跌 或者加息一路撲上來 才可以把那個 色差 即是知識曲線 你真的 倒掛了它 倒掛了股市 就有運行 記住 知識曲線倒掛股市 反而是 短期利好 短期利好 那你等到一年半 當然是PK 因為理論都跟你說 知識曲線倒掛 是一年 幾多個月之後 十幾個月之後 就會衰退 講講十幾個月之後的事 但是股市的反應 即時會鬆綁 就好像 你們記得 這條 就是什麼 就是美國開始爆發 COVID熔斷4、5天的日子 是不是爆升 那一路 所以就是這樣 你要等這個回信 所以你看著 十年債息 是不是可以明顯下壓 可以怎樣做到下壓 或者什麼情況之下 當然 世界很危險 可能打仗很危險 或者是南海很危險 或者是俄羅賓債很危險 是的 那它就會導致 那些人避險 就不是十年美債了 開始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它是希望做到 當然股市當然是一般的 應該全部股市都一般的 才是這樣的 那如果控制到十年債息下降 最好油價都打掉了 那就開始升股票了 就算它再說加息 都是升股票的 你留意一下 就不是說實質 是加了多少 是看這個息差 這個是本台獨有的淺肢呼吸法 這樣 好了 日本已經說了 接著就是有恆生指數 就是星期頭的時候 打了下來 但是呢 這幾天就康復了 這個是失策了 如果星期頭的時候 我也是知道 都是感到中度開行的 不過後來就升上來 就不能排除結算 我們再觀察一下 結算這個完美 不要輸這麼多 或者是站錯邊的 不要輸這麼多 站對邊的贏得多一點 另外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星期最強的貨幣 原來不是美金啊 A君 是啊 美金的死敵啊 勞報啊 勞報真的超強 這個星期有沒有一week 這個呢 以美金計價的勞報 是升的 以美金已經這麼強 升到103 剛才你看到 上個星期 101 升到103 很厲害 但是以這個貨幣做 美金做基礎 勞報在它之上 還升那麼多 看到嗎 它升了很多 123升到139 超厲害 對啦 歐洲也要用勞報買油 對啦 歐洲也要用勞報買油 因為23到139 真的有10% 好像真的有 在二美金計價的情況下 還升10% 真是神經病 對歐羅 不是升了15% 也有嗎 當然啦 歐羅要用勞報買油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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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你其他的全部都要問他 去買 糧食啊 什麼東西都要啊 哎 總之歐洲要幫他打工 你應該說只是匯價而已 沒有計算升價啊 哈哈哈哈 他的價錢 勞報再升 你不PK 勞報也升那麼多 我們8一8 看看如果是歐羅 是否更厲害 歐羅計價又 嘩 113升到133啊 大哥 哇 真的升了 差不多兩成啊 這個勞報對歐羅升了兩成啊 哎呀 真是 真是發達了 這條Q真是發達 好驚啊 是啊 台長是否贏少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這樣的情況 一直拿著 因為這個就是貨幣的本質 不是 我們很久之前都說過 不是教科書告訴你們 是硬貨幣 硬貨幣 硬貨幣是美國那些盟友才硬貨幣的 那紐西蘭和 加拿大澳洲憑什麼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 他們的交易量那麼 那麼不活躍 那怎麼硬化呢 是不是這樣說 你隨便 有人想像索羅斯那樣做爆他 借加拿大紙扔出去 換美金也扔散他 他哪裏能夠頂呢 是不是 但是他為什麼會這麼正常 這麼有秩序呢 因為沒有人搞他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有的嘛 這個世界知識就是這樣而已 那麼市場的預測 的回顧就差不多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肥仔王 真是麻煩了 這個呢 A君就要follow up 就是去年差不多同一時間 就是老美那邊 出現了羅賓巷事件 就是那隻GameStop 那隻股就被人夾上去 就在這裏夾爆了另一邊 被譽為散戶打贏人大戶的一戰 好啦 那他當然是周生矮啦 那隻基金也扔了一盒 對不對 他為什麼呢 他和財務總監呢 涉嫌敲詐勒索 不知道是不是輸了身家之後呢 要之前幫忙做事的人 給他一些錢 不然就爆他大糊 哈哈哈哈 似是這樣的啊 似是這樣的啊 不知道啊 這個看字面解 就是輕鬆一下 是不是 第二咯 這個Twitter就是大件事了 Twitter呢 被馬斯克邀約收購 本來Twitter的管理層都說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馬斯克有錢科 18年的時候說C of Tesla 你還記得了 然後呢 就是沒有準備錢 要在電視台那裡裝自己是傻的 要嗨草裝自己 拍著他嗨草裝自己是傻的 是吧 而脫身的說 美國證監呢 既然你是傻的 那我就跟你 有個什麼 叫做協議 證監呢 有個協議 但現在他又想踢個契 一劈 那他現在呢 又是 要 是 馬斯克買Twitter 那這個呢 馬斯克去年 套了這個Tesla 也套了很多錢 是吧 是啊 去年玩投票嘛 大家記得那次我們說 你傻了 玩投票 根本就是自己想出貨 然後又搞什麼 瘋子基金那些東西 那所以Tesla 是匯派息 那現在呢 想不到套那些錢 就轉過來買Twitter 那這個Twitter 聽說呢 現在 原本之前的價錢 都好像35元 那樣 他原來IPO那時候是33元 因爲十幾年 都是這樣 真是一殼眼淚 那這個 馬斯克剛剛新發財 賺了這麼多錢 對不對 又見你這麼可憐 又給你50元 那原本董事 想著他們吹水 那些故人 上次都是這樣 沒錢 假裝收購 那怎知道馬斯克就曬爛了 就展示給那些人 看他的錢 其實不用懷疑 他沽了Tesla 當然有錢 看得太好 是不是這樣說 接著 也都安排了貸款 那些人就算了 嘩 值得沽給他 看來都是批賣了 應該會私有化 哎呀 這樣 買這些東西 很明顯就是 要買一個言論平台回來 那些人猜他 是要左右大選 這個就不奇了 不過 阿侵侵就說 不會回來 即使易的手都不回來 這樣 不知是不是真的 不過要大選他都要回來 對不對 要用自己的平台說話 以阿侵侵 這麼有型的性格來說 這個平台不要我 我亦都不會要他 我寧願再打一個出來 吹呀 這樣才是侵侵的 錢多就任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這樣 那些人就說他 哎呀 死渣爛爛 那些Tesla都不沽 一分錢 稅都不用交 因為他沒有出錢給自己 好像 香港有個富豪 都是這樣 成哥都沒有出錢給自己 以前 有啊 他出現7千多元的 他那裏說是0.01million的年薪 可能4寫5入就是7千多元 或者5千多元港幣一年 所以其實你們不用這麼氣餒 其實你們每一個人的人工都高過 李嘉誠 知道嗎 是啊 不計身家嘛 這些就是計算那個貧窮線 李嘉誠的他出7千多元糧 理論上貧窮線樓下的 不過 7千多元一年 不是一個月 不過這樣 正所謂呢 貧窮線樓不計算 你自己有多少S 你相信他 相信他一成商務失明啊 為什麼這樣呢 是不是 因為這樣不用交入息水 哈哈哈哈 Elon Musk也做到了 聽說他的前女友 告訴他 他生活在貧窮線樓下 又沒有房子又沒有車 投訴他 就是這樣 做人很絕 這個 通脹當然是嚴重 我們繼續跟進通脹的事件 3月通脹5.4 近10年高 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已經接近了 這個 物質富庶的東南亞 食物的供應 都充足了 但都去到5.4 那麼 日本失業呢 3月呢 開始日元走藥的情況 失業開始下降了 那麼 其實呢 我們之前有一個分析的 就是如果老美要放生日本 就是降日元 那之前呢 那兩個星期呢 那日元的走勢 跟美國10年債息的圖 是一模一樣的 今個星期開始呢 這個日元開始 向下大插 就是說除了基本的 托美債息的因素之外呢 還有 明顯是向下的動力 不知道是不是 政治的安排 這樣 但是很明顯 那些老闆開始請人了 那似乎呢 真的 有機會復活了 那之前的人說 哎呀 日本啊 迷失30年 因為炒爆那些樓 有人這樣說 我就說不是的 美國10809炒爆那些樓 現在不是好地地 是不是這樣說 那應該是日元的回價的問題 令到他沒有了競爭力 還有另一個問題呢 其實他就是要做出口營 做出口營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之前說過了 那些人不能夠太高人工 那些人太高人工呢 那你就是那些產品太貴了 貴到那些客人都賣不起 是不是 當然說過了 那之前 那日本又好做些 因為他只有1億人口 serve 美國3億 可以賺一份錢 我們中央市場14億人口 如果serve 美國3億 是不是這麼多個人分 是不是 這麼多個人serve 一個老美的市民 是不是 每個人分的收入都會很低 所以一定是要靠自己 內循環 和自己內部經濟循環 就不是說 你當然是走投無路才內循環 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是 譬如香港內循環真的走投無路 因為我們這麼小 其實我們做貿易是有效率很多的 因為我們面向大陸或者歐美 十幾億客人 十幾二十億客人 每人賺 每人少少錢我們都發達了 是不是 香港市場太小了 你做不到內循環 但是日本有成億人口的市場 其實那市場也算大的 是 但是他應該做不到 因為如果他要做好內循環 他的人工會太高 高到外貿那塊就沒有了 其實數字是這樣算的 那如何內循環資源 外貿又有呢 那可能那些日圓大跌就可以了 明白嗎 那些日圓大跌的時候 雖然裡面的人工 在日圓高了 但是出售的產品又不是貴了很多 會不會是走這步呢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想补充 日本那裏 我想看回 我想的是 一來日本 海外有不少日本的資產 但是你怎麼知道 這個GTB的計算方法 是計你國內的錢怎麼循環 就是怎麼賣東西 所以其實 日本的資產 在海外的資產 其實是很巨型的 所以你現在入日圓 你這樣跌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是吸引回日本的 海外的資金 回到日本裡面做內循環 那會增加上GDP 如果是這樣做的時候 可以增加日本的GDP 是的 總之結果都是放山日本 日本就開始起飛了 這個是 策略上的情況 老美要放山日本 這樣吧 那美國按揭 如果是剛才B軍的情況呢 而日本日圓明顯下跌 就是放山日本 很明顯 這個又不是偶然的 這個日本日圓下跌 就是岸田文雄當選之後 開始了 差不多一陣就開始了 如果你記得 上次我們說 日本年環圖 整年之前說 安倍上台 日圓就大些了 岸田文雄上台再大些了 可能進一步有親美的政策 在岸田文雄私底下 不知道談到什麼 這個要留意 可能是抗海軍 就是這個 因為你看到日本日圓的下跌 或者上升 其實到最後 都真的要跟美國人打聲招呼 甚至乎得他的許可 是呀 這個都明顯 因為今天 這次開始大跌的時候 日本央行 是跟美國聯儲局的官員 經過的 是開過會的 是開過會的 是怎樣應對 有說過的 所以這次有個說法 就是找日本下跌的話 就削弱一下 中國產品的競爭力 或者銷售 因為日本也是消費多少中國產品 那麼日本日圓跌 就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的出口 還有 又把中國出口的飯碗 不過 也可以幫手控通脹 這些東西便宜一點 所以其實兩邊 日本日圓跌 還有人民幣跌 老美都很支持 你幫他降響通脹 由於出口競爭出口市場 亦都有分析這樣說 暫時我就 沒有得評論 因為這個推測 但是 第一季的時候 人民幣相對強勢 我們出口也不錯 不過 日本就自己開始 日圓下跌 這個競爭出口市場 美國按揭利率 進一步上升 十三年新高 買樓就很貴 那你留意 其實美國買樓 都挺貴的 5.37厘 香港真是很划 1點多來借到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只看 哎呀你買美國樓 他回報有幾多厘 但是他的案件 5點多厘 大哥 怎麼搞 是不是 那不可以只計單腳 歐洲很明顯通脹爆煲 是不是 歐央行就說 我們通過很多市場調查的人 研究過 大家預期長期通脹還是容易 但是短期通脹實在太高了 大哥 人家預期長期通脹是容易 因為你歐央行經常都說容易 人家這麼長期有什麼 所以你自己自我實現的人 那個長期預期是容易 是不是這樣說 那就假裝通脹受控 自我實現 真的隨之 這個 長期通脹呢 大家都是計算那條數 什麼生產 什麼鬼那些東西 所以呢 你怎麼計算呢 都是說容易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計算到其他 那些最近爆出來的factor 還有長期 你告訴我10年8年 誰計算你這些 當然是計算你所說的短期 你所說的短期 不是一兩天的 一整年都可能是短期的 是的 那歐央行的副行長就說 因為打仗 新的平頸 你也知道 供應不順 亞洲防疫措施 很明顯是說中央市場 他可能很客氣 不要說中央市場 他說亞洲有防疫措施 那些貨沒得來 那些東西更貴 現在問人拿貨 你正在通脹 問人拿貨 當然不要得罪人 是的 都很懂得做 沒有人那麼懂得做 那這個呢 又加息 是不是 又這個 股票又輸錢 所以上個星期 申請貸款 抵押貸款的 申請指數跌了8.3 正常 應該會慢下來 這個 這個加息 除了吸了外資去美國之外 其實真的會煞停本地的經濟 這個已經說過了 那就沒有通脹了 是不是 股市就跌了 接著呢 經濟又慢下來 就是經濟又向下 那哪有通脹呢 沒有都沒有一條 是不是 有沒有錢又怎麼通脹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星期頭那時候 正如所說 那些商品重錯了 霸金一日插13% 金價穿1900 就是26號 是星期一 好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 我們的預期 都是實現了 在商品那裡 那裡 女股神預料 加息幅度不像 預期那麼激準 這個都可以是的 跟我們的想法都類似 因為其實 聯儲公去加息幼 先跟你說 他就不用付出 高息的代價 已經享受了 沒錯 這個效果 打開口牌嘛 不就自己先調整了 所以根本 到最後 哪能拿到這麼多息出來 空你而已 是啊 因為到最終 計利息計加減數 可能他長期 沒有了QE 長寨要控制在低息的水平 比較難 所以要一些股災 要一些危險 等那些避險資金 去買10年債券 是不是 但是都不行的時候 唯有是 借少些10年 借多些短期 唯有是這樣 是不是 借多些短期 那你發現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借多些短期的時候 其實呢 對於老美借錢的負擔 是即時的 即是立即要給 尤其當知識曲線倒掛 短期息口還不高 還不高過10年 那些人又不肯讓你踏10年 只肯借短 那這個呢 所以說這麼多話 什麼意思都會飽和的 就不是說 你記住 他的加息目的 不是說紅通脹 不是真的紅通脹 其實加息目的 是為了減息 不要說QE 或者要減息 刺激一下美國經濟 但是沒有息 那怎麼減呢 所以要加 所以如果你明白了他的想法 那個美股呢 應該是不死 如果到美股真是大跌 反而是QE之前 或者是減息之前的先兆 那就可以分身了 因為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那如果在有些息口之下 大跌 那就是有減息的後手 那你如果配合我們那個 淺之呼吸法呢 聯儲曲快速地加息 是什麼呢 快點拉平那條知識曲線 是更加的捕錢出來 接他的貨 接他的股票 所以如果控制到10年的債息 加息就不用加那麼多 不是加到8厘 加到3厘左右 那就搞定了 所以就不會說很嚴重 這樣 不過呂股神這個 這個伍德就是 基金都high high 好像跌了40幾% 哇他去年去到P啊 去年去到P 哎呀 真的不知道有多少AUM 不過都不要緊 如果Tesla升到三副 他都一戰成命的啦 就像他上個星期這樣說 哈哈哈哈 這個呢 就是典型的數字了 我們給IQ提給你 美國能源部長就說 嘿 我們現在呢 油價這麼高 我們呢 本土呢 那些葉岩油就開工 那現在呢 就可以生產到每天多100 至150萬桶 那我們不用俄羅斯那些 他們都是供應這麼多給我們 我們自己補回 這樣就沒事了 對不對 賣衣軍 帳面上好像是對的 但是實質上是 大哥 你美國自己救而已 那街外面的油啊 如果在賣100多元一桶 你美國的石油 會不會賣給街坊 賣50元一桶啊 你自己說 哈哈哈哈 明不明啊 就是你的圈子的供求 我當你平衡了 但問題是 那些人看 那如果跟上年一樣 我是不是賣50元 他不會的嘛 那一條街道外面 那些歐洲的人 不能賣 賣105元 他本土的人 要不就搬出去 賣105元 是不是呢 要不就 擦除你本土 賣105元 大哥 所以這條數是白癡的 你明白嗎 他講這些事情 無補於是 所以他不只是 跟你計算過 quantity 不跟你計算過 price 真的像教士 所以這就是讀書 讀到 讀到傻了 他不是的 他故意說 quantity 是正確的 然後最重要的 price 不跟你說 因為控制不到嘛 OK OK 可能美國公正充足 美國的油 就50元一桶 但歐洲的油 就105元一桶 唯有是這樣 你做不到的 神經病 給人 神經病 這個真是做牛 神經病 好了 那俄國的公司 要求勞布支付 有一家公司 Wolfsnet 他有一批油 沒有人要 要招標 價高者 不過要給勞布 沒有人光顧劉彪 是不是那些人要杯葛菜 A君 今時今日 俄羅賓那些油 會有人不要的嗎 不是吧 印度那些人都搶著要 是不是 那些人都搶著搶勞布 那些人都搶著 是不是那些人搶不夠 老布要不到 哈哈 其實是怕中了標 被人公佈過名字出來 糟糕 大哥 有什麼理由占標 神經病 這些私底下解決 在公海那裡 大家有換有 一手交錢 一手交油 就算了 你總是要搞這些流程 總是要見光 我怎麼出來走 一會被人找到是BP買 那些公開秘密 這些公開秘密 不行了 所以當然是流標 所以你想的就多一點角度 我真的記住 有朝一日 那些外國的能源企業 會賣完俄羅斯 賣到自己的油田裡 假裝自己的油田出來 像你說的 用什麼 換上標籤就行了 真的賭下去 搞那麼多東西 不用錢 還有賭的時候 有些損失 賭回一百桶 現在一桶也知道 那些貼出來 貼在桶邊都是虧了 然後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 你不僅是俄羅斯斷氣 對嗎 那 鵝文 由於看到供應 原來會不穩定 是會開始儲存 這些天然氣 是否重大需求 是吧 A君 他有這麼多設備 先搞 你 要搞這些設備 十年八載都沒搞定 剩下一些罐 是吧 可能夏天的時候 有很多些 但是 今天整年都這麼高需求 是啊 還有 你那些要液化的 很多東西搞的 搞個廠 搞個碼頭 搞幾年 你猜按個按鈕就有嗎 是啊 如果德國那些 那麼小海岸線 就糟糕了 你發覺西班牙 還有葡萄牙 就說近海 可以在路美運過來 你德國就知道 是啊 還有那些 就跟你說 那些 天然氣的儲存站 在我那裡 你給我多少錢 過路費 儲存費都要 經過這麼多個國家 就糟糕了 西班牙 你當然要經過法國 再去到德國 哎呀 沒辦法看到 當然有互打的了 然後 一、三下 不是兩下 說不完 然後又斷氣了 有什麼分別呢 好啦 所以 其實那些人是會儲存的 我們幾個星期之前說了 是不是 你不是補回那個洞就行的嘛 之前 拜登不斷叫人家 加供應 加回那百幾萬桶 終於有那個女士了 這個女士了 華府 這個女士 能源部長說補回了 補回了 補回那怎麼辦呢 補回之前這樣不行的嘛 現在的人 雖然是大了 要儲存的 因為大哥 還是搞不定 對不對 另外 另外呢 硬氣的波蘭呢 就是說死都不用盧布買 天然氣了 由於 這支燕合約已經到期了 所以就斷氣了 這樣 那歐洲 有不歐天然氣的來源 沒有 他怎麼那麼囂張 還要突然搞到 不歐天然氣上了十幾% 多多你不少 那大件事了 那盧布就升了20% 天然氣期貨就升了17% 那是怎樣 通常 大家一起捱 你這麼囂張 那是怎樣 那不單止 那些遊戲星 你還要做這個股呢 管和股 那是怎樣 那是更貴 他們想的 那是更貴 然後還要分攤 那些氣股的成本 那是怎樣計算呢 真的計算不行 好啦 那些錢去了哪裏呢 那上星期 這個黑石那個 那個房地產信託基金 收到不錢 唯有買學校宿舍 是不是 始終是壞到極都要回學的 那些人 那今個星期又買了 買Business Park 有些人說在家工作的 這個 這個女股神說 那些人在家工作的 那些這樣的物業就減值了 但是呢 沒辦法了 黑石又做回五百多億都不少 五百多億港幣呢 就去買這個 美國物業投資集團 那應該是商業 商業房地產的 的portfolio 那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其實呢 好像持續有資金走去這個 這個物業投資 老實說 現在老美的情況 就是 不斷通脹 那如果搞不定通脹的 那負利率 負利率的當然是買物業 好啦 如果真的要把心一環 要搞定 那通脹只有一招了 搞大股災 搞完大股災 搞完大股災就是QE QE就是買物業 無論是搞負利率還是QE 都是買物業 所以 你見香港有些朋友 趕著移民 減價 簡直是上天給你一個機會 你看到嗎 其實當時03年 都是因為有幾重打擊 才有這樣的情況 香港也不少 就是19年社會運動 接著又 又有黑痴病 有COVID 19黑痴病 由兩年激 到第五波 發覺禍不單行 連續三年激 接著又加息 這樣的情況 所以 已經到了絕境 其實已經 有些朋友說 為什麼樓都不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朋友說 哎呀 他看我喜歡看樓 就問我為什麼樓不跌 那些市民的反應 還是覺得樓不跌 就是想賣那些人 當然你吃花生的 那些報紙標題 就看到跌很多 但是想動手的人 走過去 其實都沒有 跌了2-3% 5% 就算是跌了 我想說 其實就是這麼多 因為你看一下 現在這一刻 都不少 因為騰訊 都輸了很多人的身家 短股 這個是 COVID之前都四九歲 那些人 你有一個 四九四五個 終於做了 落數的雞 一站一站 所以沒有必贏的策略 這個金融市場 真的 所以你看到 有些人開始流去物業 大家都要留意 這個黑石 買這個物業的新聞 是一段時間都有 留意一下 就是這樣 那就這樣的情形 今天星期就是這樣 對呀 審說一下 接下來有些什麼 搞的 審說一下 下個星期加息 下個星期加息 看看出不出現到 股票市場 反升的轉折點 但是 就好看 這個十年債息 能不能夠回順 如果太快 股市沒事 十年債息都碰不到 所以可能今次 股市反升的機會 就沒那麼好 希望的話 股市不太跌 就做爆商品 但是做爆商品 好像很渺茫 油價這樣 是不是 那些盧布又這樣 看來看去都搞不定 所以呢 就是 可能要股票出血了 是的 令人害怕 害怕到去買十年債息 如果股票想不出那麼多血 那怎麼辦 所以你看到有幾樣東西 第一 貝林肯在幾個星期之內 公佈對華的戰略計劃 方針 星期就是下個月 是不是 第二 就是這個 阿燈神 又要探望日本 韓國 和東南亞 下個星期 下個月 應該說 下個月 是不是 還有呢 我們上個星期說的是 對我們 對我們 中港的金融市場出大招 因為這個 汪甲的操作 是令我們不能夠釋懷的 就是這個情形 我始終都相信 我們說過的故事 這個星期 不過是寸一寸吃 港股 星期因為月尾結算 可能有人要控制損失 插下去搞不定 但是老企之那些 追不回 都不頂 好了 那麽上下了 對了 這個五月 我們都開始說了 所以就是 有港利台 好窮人嗎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裏 拜拜